南同县在获得莫德纳疫苗后积极规划 姐姐卫生所主任也表示 7月3号在积极国中进行疫苗接种 除了提醒符合资格的民众踊跃接种外 也呼吁民众要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 我们这个星期六在积极国中 我们准备施行预防注射 那COVID-19 那疫苗的名称叫做莫德纳 那莫德纳来讲的话 有非常多的人会来我们这里来注射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按照时间来注射 他们带的证件来讲 除了通知单还有双证件以外 其他尤其是健保卡一定要带来 那其他来讲的话 只要人来就OK的 主任也指出在疫苗接种完后 要注意注射部位是否有红肿热痛 而如果有身体不适的情况 可以回来卫生所复诊 也呼吁符合资格的证明 可以尽数来接种 以我们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 AZ疫苗对年轻的人 会比较发高烧 对年老的人好像烧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那莫德纳他虽然会有一点点烧 但是不太会烧 那最主要莫德纳跟他最大差别 在于注射部位会红肿热痛 会比较痛 如果有不适的现象 可以再回卫生所来复诊 那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的疫苗是莫德纳疫苗 大家比较喜欢打莫德纳疫苗 那由于台湾也有 已经有了社区蛮厉害的一些传染 如Delta的病毒 印度变种病毒 所以我们呼吁 积极症的乡民符合标准的 要赶快来注射 现议员肖志全表示 目前疫情严峻 最重要的还是疫苗的施打 也呼吁民众能够有约接受疫苗施打 我们积极 积极症施打的日期是7月3号 如果有收到通知单的 可以就进到我们积极国中的施打站 来做施打 时间是7月3号 一整天 希望我们可以施打疫苗的 我们的长辈们 可以把握机会 在7月3号当天 永远前往积极国中 来施打疫苗 积极卫生所再次提醒 符合资格的民众 7月3号在积极国中 进行疫苗的施打 呼吁民众要记得带双证件 以及通知单 并遵守相关防疫规定 记者邱平易及其采访报道